儿童的社交能力以及它的情感能力 会成为成年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 内向它不等于社交差 外向也不等于社交能力强 而社交差也不等于社恐 孩子在社交中 受挫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这些不如意 这些不顺利 这些小挫折 都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的一个地链和试金石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大家好 我是普普 同时呢也是我们EcoTalks的讲师 我是自媒体人 也是一名在妈妈的这个岗位上 奋发图强的母婴博主 我认为我自己是又专业又接地气的国家公共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 今天呢我的演讲主题呢是儿童社交达人是如何炼成的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奈基说过的那句话 就是在现代社会啊 一个人的成功 百分之三十是个人的能力 百分之七十呢是人际交往 2015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啊 他得出了这样一则研究 如果说一个人他在童年的时候 他的社交能力比较突出 就是说他在玩的时候啊 特别能够啊 获得这种愉悦 同时呢会吸引小伙伴跟他互动协作 同时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啊 他能够积极地去面对 灵活地去解决 成年以后他能够获得啊 的机遇会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我们的孩子他不论个体多么的优秀 他总有一天都会要走向社会啊 从亲子关系到社会关系 从家里边的那个小江湖 融入到社会这个大江湖里边去 所以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社交是一门必修课 接下来我们说大家最最关心的 那就是如何帮助孩子来培养 这个社交能力呢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父母啊 要以身作则 套用养育男孩一书中的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啊 你不能既养育一个孩子 又做一名隐士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经常是一个人拿着一本书 一杯咖啡 一坐就是一下午 他是一个非常内向 又渴望安静的一个人 但是他有了孩子以后 有一次他跟我通电话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进了十几个群 十几个妈妈群 他说 我每天都在各个群里边 就像海绵一样 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 跟妈妈们去探讨育儿 然后去了解他们成功的经验 我觉得这段时间收获真的非常的多 他还跟我说 他说我每周都带着孩子出去活动 这周可能带着孩子去森林公园去看一下昆虫 下一周我可能带着孩子去故宫 探索一下皇室的秘密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儿子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而且呢 还有几个妈妈 跟我也成为了好朋友 这位妈妈啊 从了一个安静 沉默 渴望独处的文艺女青年 变成了一个混迹 各大社群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超人妈妈 这就是我要说的 就是 你不能既养育一个孩子 又想当一名隐士 妈妈这个脚步没迈出去 你凭什么渴望孩子卖出去呢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那就是 给孩子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朋友的机会 就是 有了家长创造的这些条件 那我觉得孩子交朋友是不难的 除了我们出去做活动以外 也可以从幼儿园下手 而且呢 幼儿园我们未来有三年的共处时间 发展一个好朋友 我儿子堂包 小时候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就有一个好朋友叫和和 两个人是 上幼儿园 睡觉也要挨着 吃饭的时候也要挨着 放了学也要在一起 暑假的时候不玩到九点不回家 后来和和去了加拿大 每周两个人都要通一次视频电话 所以说这个 这种友谊的力量 对孩子来说 真的是受益终身的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第三点 就是了解孩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很多人啊 就是 盲目的去出手了 没有知道自己家孩子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我问你 你们家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他是内向还是外向 你们家孩子现在是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他是零到一岁的客体中心状态 还是三到四岁的 这个交友敏感状态 你知道吗 我们家长心里要有一杆秤 孩子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每个状态 他的需求啊 是不一样的 你们家孩子有什么毛病没有 他是爱打人 还是爱骂人 我们要了解一下孩子的状态 这样呢 我们也能够更好地去交朋友 还有呢 就是我们家孩子一腔热血 特别开心地奔向了其中一个孩子 可是对方呢 没有任何回应 我们家孩子啊 信心 那个自信心受挫 那怎么办呢 孩子在社交中受挫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这些不如意啊 这些不顺利 这些小挫折 都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的一个历练和试金石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我们可以抱抱他 让他哭一会儿 然后安抚一下他 听他去倾诉 然后同时呢 我们做的不是包办 也不是替代他 而是帮他去分析 是陪伴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呢还有三句话 是我的祝福 祝福每一位小朋友 都能够愉快地跟小朋友去玩耍 祝福每一个慢热敏感的小朋友 都能够散发出自己自信的光芒 也祝每一位家长 能够在育儿育己的这个路上 能够找到自我成长的 饱和的钥匙 谢谢大家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 收看订阅